今天到高雄金斯鲁附近的乾隆煌古美術店 來看看有沒有什麼老東西 渥先生好 這家店看起來以家具雜像為主 還有一些瓷器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長治林文貫 大概在雍正乾隆之間 還有喜致罐 這種都是清中期的 這種長治林文也是 這是一件雍正的鳳眼罐 那這個脖子 這個具有一個裝飾性 上面有畫上各種雜把的紋飾 這是一件青出的青花罐 上面還有開光雜把紋飾 這個青花的髮式還不是錯 這個比較偏康熙的 這個大概清代的晚期的一個喜致 方形瓶 這裡還有一件青出的青花雜把紋飾的罐子 這個年代也都比較偏康熙的 這是一件白苗青花 這也是青中期的 這上面有一個靈枝紋 這是康熙的紋飾 這看起來是光緒的寄託款 一個人路紋飾杯子 這是一個冰梅紋的盤子 這是家道時期的 這種大概明晚期的 一件小盤子 上面口圓的地方還有一些錦紋的裝飾 這個胎土是德化瑤的 也是青中期的 蠢之靈紋 這也是青中期的 蠢之靈紋的一件 鬥青的高竹杯 類似這種鬥青釉 在青中期非常的流行 那假設這是樹紋的話 有時候會在晚清民果的時候 在後加彩 加上粉彩 它的價值性就可以提高了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青中期的 墮青釉的碗盤盞 後來都有在後掛彩 以增加它的價值性 這個應該是晚明清出的 一個洗 小罐子 這個大概原名之間 這是明代的一個青化的蓋盒 這件發色不錯 這個是豬明料 它的發色呈現這種毛脆藍的一個幼色 很標準 這應該是康熙的 這裡有一件很標準的 雍正的青花龍鳳紋 一件小罐 你看雍正的它的一個內卓臂 通常就比較直立高手 這些雖然都是一些老朴 但是整體的做工還蠻細膩的 屬於老朴裡面的西路齒 這比較常見的 柯納克齒 這晚明的張周遙 它裡面的一個遙簪的情況 是比較嚴重的 這邊有一件很漂亮的奎隆紋的青花罐 這個紋式是雍正時期的一個特徵 它有畫上盧寇線 然後線條非常的規整 這種奎隆紋 流行在雍前之間 那這一件的幼色 發色非常的清脆明亮 這邊還有一件鳳尾尊 這是很典型的康熙五彩 鳳川牡丹的一個紋式 不過這一件是 光繫後防的 這做工還不錯 一個兵美紋的箭頭 這看起來是光繫的 這個康熙的寄託款 這是一個展盤 統治的粉彩 特徵很明顯 還有一件花間獸 這個是青出的一件青花罐 這裡有一件寿山史的人物雕像 雕的是八仙裡面的漢棕裡 這雕工非常的細緻 哇還有好幾個拍賣公司的標籤 這件開價多少 38萬 38萬 哇欣賞了 看起來它這邊佛教文物蠻多的 我們等一下請主人來介紹一下 剛才看了不少東西 那我看你這邊有不少這種佛教的文物 你有沒有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什麼樣的特色 有沒有 持經觀音 那像這個是七線雕 那這個是福州的 這個年代可以追溯到 也是青中早期 是鐵打出的 這個有分鑄造的 然後跟一片鐵下去敲擊出來的 所以說它這個是中空的 它後面是裸空的 這算是比較藏劇系列的東西 看起來工藝很精湛 表情很生動活潑 我看你這裡的家具不少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竹菜櫃 它有留竹黃的部分 下去做拼製 三針海味 然後有主題 春夏秋冬 三針海味 菜圖 這個就是菜圖 對 那這種價位大概多少 這一座的話 我們是開價開30萬 你剛才介紹的不少東西 我知道你老爸 他有一些鴨香寶 可不可以請他拿兩件來 跟我們介紹一下 沒有問題 我先給大家介紹 這是古時候 清淡的時候 晃風針 那這個 以前的大部分人家才有這個玩具 應該說很少 很少見 在市場上很少見 那再來我就是 跟大家介紹這個水 這個是明代的 這個是黃羊 黃羊物的 對 你認真看的時候 其實它的線條很簡單 就可以就是把 青蛙的那個形狀給它表達出來 這三隻腳枕 這個三角蟬褲 也代表手材的意思 整體的雕工 看起來非常的精緻 而且皮殼包漿 相當的油潤 今天很感謝店主 拿出鴨香寶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店主的小孩阿勳 也幫我們分享了不少好東西 我是收藏老五 歡迎點擊關注我